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 热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Hadoop 2.6的安装 那这里面就是2.6为代表 介绍一下2.x之间的安装有什么区别 那之前也说了那1.0和2.0有所区别 那1.0是有单点故障的 就是说单点问题很难解决 那2.0以后呢,引入了这个压 就是相当于它的资源就给压管了 而且解决了单点故障的问题 那2.x系列呢被企业广为使用 它的性能和它的方式还有实现的原理方面要优于1.0 但是这就意味着2.0的这个总体实力是强于1.0的吗? 也未必 在很多公司呢 它运的还都不较早 可能它的版本还是以0.2或者1.0版本 但是它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这种 单点故障的这种解决 那就是修改圆满 那非常著名的Facebook开源的客招呢 这个单词不知道拼对了没有 那就是这个 它也是一种资源调度的一种容器 它的性能也非常好 那它和亚类似 说是 Methos也是类似一个东西 那也不知道这几个单词拼对了没有 我也没有可以的去查 但是它们的读法应该是 那本来呢我想的是Hotop的安装 就是把Mberry安装上让大家运就行了 但是我也觉得这不太负责 也不是不像我的风格 那我还是讲解一下这个2.x系列的安装 那这地方讲解是2.6 那这是我之前呢安装的一个文档 也是无私的贡献给大家 首先安装这个JDK不用多说 然后呢 这地方如果你安装的有问题 那肯定是版本问题了 比如说1JDK的这个64位 你按了个32位 系统上32位你按个64位 可能会有问题 你的系统是多少位呢 你就安装JDK是多少位 那环境变量呢 不用多问 那这地方呢 我当时安装的是JDK8 那这是环境变量配置 那之前也讲过了 不再说 那这是Hotop的配置 也是环境变量 这地方也是引入了这个LIP 还有这个BIM 这是2.6的这个路径 最后用PAS导入 最后用PAS导入 然后进到这个配置文件中 修改这个配置 那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这地方 哎呀 这地方是 因为Hotop2.6的版本 它的内部实际上是2.5 然后这地方呢 首先呢也是和1.0一样 就是修改这个com.set.xml 那这地方设置一下Hotop的零食目录 还有这个默认的FS 你看跟这个原来是有点区别的 那这地方呢 依旧是设置 这个主机名 那现在是我的名字 那过去是Hotop对吧 端口呢有所改变 原来是9000 现在是8020 这也是原来Hotop 跟现在的有点出入 好 这地方呢 设置了一个缓冲大小 好 这地方呢 我就不带着大家去修改了 然后这个文件呢 是在conf下 跟原来是一样的 是在conf下 然后呢 修改这个第二个 hdfs.set 这地方呢 配置一下 主要是给它起个名字 因为这个安装是比较简单的 你给它随便设置一个地址 这个是可以修改的 这些都是可以修改 还有这个目录 设置这一个数据目录 本地的 这是一个本地的 还有设置这个Mapped set 这里呢 就是配主要配置这个压 原来是没有这个属性的 所以work name 对吧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加map.js作业提交到压上 压上去运行 这是job tracker的一个算式路径 IP地址加端口 这地方是以hostname代替的 这地方的配置都看到 大家都看到 我这都是以主机名来配置的 并没有显示出IP地址 因为IP地址不太好用 因为比如说你的IP地址变了 你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所以这地方不太方便 所以用主机名代替 这是job history 就是job的历史 对吧 好 这是web端 就是去查看的 然后这是还要配置一个压 压set 对吧 还有mapreduce的suffer 还有reduceManager 就是压的一个资源地址 还有一个schedule的地址 然后地址 还有resourceTracker的地址 这地方它配了好多地址 这就是压引入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它就是管理极穷的资源 对吧 好 这地方还有一个slave 之前没讲这个东西 1.0版本也是有的 它的意思就是从节点有几个呢 这里面说的就是datanode 这里面尽量使用主机名 好 配置好以后还是需要格式化 这样子也是一样的 hadoopnamenode-formate 然后去启动 这地方可以单个去启动 启动start-dfs.sh start-sh 停止也是一样的 剩下操作跟前面的1.0 包括测试提交都是一样的 这地方进行了一个验证 这地方也可以看到 这是当时我的安装过程 这个地方强调一下 使用的路径 JPS 在配置的文件中 我特意把sbin也配进去了 之前是sbin没有配 这里有重要的一个变化 看到没 这个2.x系列 它增加了一个resource manage 还有node manage 这个时候也是可以通过去访问的 这是当时的一个p就是一个测试 好 这个2.x系列的配置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引擎进行一个查看 因为为什么讲这么多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一 如果你环境没有搭建好 你没法继续下面的课程 还有 你公司的版本 你也不知道 所以两个版本 你都需要知道一些 因为 时刻准备着去搭建一个Hotop的基础 这是一个开发人员 应该知道的一个事情 如果有些时候 很多人觉得这是用为的事情 其实在国内 很多开发者也是需要自己去搭建环境 如果你环境搞不定 你的老大或许会觉得你水平不行 甚至觉得你的大数据背景是扯淡 对吧 所以从0到1 好吧 慢慢来 不要着急 我一直告诉自己 就是说是美好的事情总会发生的 是吧 也是某公司的一个宣传语 我是蛮喜欢的 好 基础设施必须有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整个安装过程中非常的累 复杂 修改各种配置 根本记不住 那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呢 比如说现在我安装了Hadoop 我现在再去安装Hive 看一下我之前的配置 你安装好Hadoop以后 你只是能写MapReduce 对吧 其他东西还是没有进来 因为前面讲的生态圈 它有那么多的东西 你要安装到什么时候去呢 况且你这是一台机器安装好 剩下机器是不是还没安装好 再去安装一台机器 你怎么做呢 涉及到升级 你又怎么办呢 所以问题很多 这台机器是我当时配置的Hadoop1.1 还有Hbase 还有Hive 还有Scoop Floom 这一系列生态圈 都是配置好了 这样每次都是去修改这些文件 是很累的 况且大家发现 没有一个可视化的标准 就是说是我看不到这些东西 到底它是什么样子 并且也看不到一个统一的管理 比如说装了Hive 装了Hbase 或者装了一个什么东西 要由一个综合平台去看 视觉上来说是看不到的 那么有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可视化东西做到这个现状 下面就介绍一下 以Imbarry 来告诉大家 其实在大数据领域 还是可以显示的很炫的 我们并不是只看到这种黑框框 好吧 那首先 正是不如Imbarry Hadoop集群的搭建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商业的Hadoop 去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开源的Hadoop是开源 但是我们在真正生产环境中 我们还是需要界定一些工具的 就比如说你或者Java语言 然后你用记事本去编程写一个Java的项目 确实有人这样做 那这些人的心理是什么呢 我只能说他在装X对吧 为什么呢 让别人看到他用记事本去写这个程序 显得他很牛X 但是在我的眼中我觉得他就是有少X 他以为他装的那样子那么别扭 甚至一个单词不会都要去X的时候 我觉得他一效率不高 二他被别人识破了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这么写 是那种方式是培养你高手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就是可能以前的这种牛人 是那样写的 但那个时候的项目可能简单 但是随着这种尤其大公司或者小公司 使用这个IDE的频率越高 几乎所有的人是轻易色的使用IDE 这种工具 而不是记事本 因为记事本可以写下脚本 简单的脚本控制 如果真正去开发 你还是在用IDE 所以我也不装X 我也不像他们一样 那在真正的商业环境中 Hadoop也是有工具的 那第一个介绍的就是MBerry 也是我至今认为 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东西 那介绍这个 当然还有其他工具 我也会介绍 那我这地方只是说我使用过MBerry 其他人也是推荐 还有ColderManage 那我虽然没有用过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去尝试的 因为在很多面试中 很多公司还是用的是ColderManage 这都没无关紧要 好吧 它都是一种工具而已 那况且MBerry跟这个Colder很相似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MBerry MBerry跟Hadoop等开源软件一样 它也是一个顶级的项目 开源项目 目前最新发现版本是2.0.1 MBerry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它是可以创建管理管理监控Hadoop机群 这里指的是Hadoop的一些整个生态圈 包括Hive Hbase Scoop ZooKeeper Kav卡等等 它都是集成在一起去安装的 所以非常的方便 MBerry是为Hadoop 以及相关大数据的软件更容易的使用的一个工具 例如流行的Spark Stone 其实它都可以集成进来 并且在2.0.1版本中已经集成进来了 在后续讲解中 我也是使用了MBerry的最新版本 进行一个讲解 以及资源调度平台的一个样 我们都轻松 我们都能轻松的通过MBerry 进行Hadoop的部署 还有Spark Stone安装 MBerry也是一个分布式的软件 主要有两部分 一个是MBerry的Server 和MBerryAgent 这是它的官网 大家可以访问一下 进行下载安装 我们现在看一下MBerry的可视化 这是一个安装成功的界面 里面包含了Stone 看到没 还有Spark 还有一个这种监控的东西 Locaper MapReduce等等 还有其他组件没有装上 装群的话还是很多的 这地方就是一个概念 包括HDF3 一些磁盘使用了 节点的个数了 这都很炫 还有CPU的使用率了 网络的速度了 压的内存了等等 那紧接着介绍一下CORROW MANAGE 它是第二种这个集群管理工具了 那简称是CDH 它与MBerry很相似 它的版本就是这种CDH5 类似这样的 一些公司的CDH4了 它也是一个Hadoop的管理的一个项目 它是由CORROWER这个公司 在Hadoop基础上进行商业化的 它对Hadoop进行了一个各种bug的修复 它的这个版本是免费的 然后它的这个版本是需要收费的 所以这种系列的批评之内